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降天津德云社的视频 高峰师徒也难得露面 杨威如今已经68岁 身子骨看起来似乎不那么硬朗 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在两边搀扶 下台阶的时候也是一拳一拐步履蹒跚 视频中相声演员高峰紧紧搀扶着杨威的胳膊 慢慢带着她下台阶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维护秩序 要围观群众远离以便给杨威让路 如今杨威已经很少在大众面前露面了 上一次出席公开活动还是去年年底 她在天津举办收徒仪式 她的父亲杨绍华和弟弟杨毅也出现在了现场 对于杨威不看相声的人或许不太熟悉 她是杨绍华的大儿子 也是一名相声演员 师从尹孝生先生 80年代杨威和弟弟杨毅一起走穴 当时流行通俗歌曲 电子音乐霹雳舞 人们不爱听相声了 但是杨毅特别聪明 穿个花衬衫 烫着卷发 抱着吉他说相声 很受欢迎 代表作有夸住宅 白事会 学龙雅 金龟铁甲 脱妻献子等获得不少观众的喜爱 但和杨绍华以及杨毅相比 他的知名度就远远不够了 杨绍华有五个儿子 他晚年和小儿子杨毅住在一起 两人曾经拍过电视剧 阳光的快乐生活 现在经常在某短视频平台 拍摄生活小段子 就算是不听相声的网友 也都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名字 对于父亲的偏爱 杨威并没有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相反 在艺术表演上 对杨威影响最大的 还是他父亲杨绍华 他还感谢杨绍华 对杨氏所做的一切 他曾在采访中直言 自己能步入相声的殿堂 就是受到了父亲的熏陶 每当杨威想起父亲 对自己的好时 就心里难过到忍不住落泪 如今杨绍华已经89岁 杨绍也即将步入古兮之年 曾经大荧幕上大家熟悉的 相声演员们都已经慢慢老去 甚至已经不再登台表演 还是希望这些老艺术家们 能保重身体 好好照顾自己 还是期待未来某一天 能在舞台上看见他们 精彩的相声演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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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